欢迎你加入 来老师 物理教师 好 第二种介法叫做Selari的哦 叫做并联 它就是并排啦 Beveral 那么并联就跟串联Siri完全更返了 我先讲这个Base Global 它讲V等A V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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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这个点 个别完全没有东西 对不对 所以它跟这个点是一样的 这个点 个别也是完全没有东西 它跟这个点是一样的 这个点 一直到这边都完全没有东西 所以这个点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 和这里 比如讲是第1 第2 第3 第4 全部都一样的 同理啦 5 6 7 8 也是全部都一样的 5 6 7 8 全部都一样的 这里点 它个别也没有东西 它跟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放一个9 这里我放一个10 我这里放一个11 我这里放一个12 发现到其实个别都没有东西 所以这些点 全部的Voltage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电池啊 如果我的电池啊 是三波 那么 这边到这边 也是三波 这里到这里 也是三波 这里到这里 也是三波 全部的Basic Goby 一样 因为他们share的点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V等于V等于V2 等于V3 V没有变 这样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 Arus 电流流过哈 我现在 我们现在用Arus啊 因为Ohm的话 是用Arus的 他没有讲Electron的 因为那时候Ohm还不知道 Electron在什么时候才知道 我们讲1800年Arizantra 它做了那个 电池嘛 然后过后Ohm就出来了 可是Electron是在1900年喔 100年后才被解密的 所以Ohm还不知道 Electron这回事 他都是讲Arus的 OK好 回来啊 所以Arus流出来 来到这边 I对不对 可是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有三条路 那么他就会分开咯 他分开是不是一样大 是未必的 他是看你这边的这个 Ring档案有多少 Ring档案大的话 电阻挡着嘛 那么他的这个R就会小 Ring档案小的话 他流过去的这个R就会大 他就会Split成三个 变成I1变成I2变成I3 一个变三个 I1会流过R1 I2会流过R2 I3会流过I3 但是I1来到 流完R1了之后 他就会回来这边 集合 I2也是回来集合 所以I3也会回来集合 所以在这个点的话 又变回一个I 又出去了 所以代表说 I等于I1加I2加I3 什么是I 他其实就是这三个 分叉路的总数 他到了分叉路 他就分三个 走完分叉路还会变回一个 回去了 就会去电词里面 所以 I等于I1加I2加I3 加班就是分叉全部的加起来 全部都加起来 它的R2要怎么找 一样我们用 V等于R 那么 V V等于V E等于V2 V3 所以总数 v total等于i total r total 我一样我要找r total 所以是拿v total除i total v total等于v 因为v没有变 可是i是总数 所以i是i1加i2加i3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我的分母是三个号码加起来 我不能够分拆 我不可以这样 1%加x加2 我跟它分成1%加1%x加1%2 就不对了对不对 错了 所以我不可以变成v除i1加v除i2加v除i3 不可以 底下的分母不可以拆 这样怎么办 你要佩服这个oh 他讲既然底下的不能拆 我就给他换上来 上面换下面 这边也一样换 找他的terbalic 所以1%rt等于 i1加i2加i3 除v 怎么办呢 回来 这样就可以拆了oh 因为现在分母只有一个号码对不对 这样他就会等于i1除v加i2加i3除v 这样i除v是什么 哦 我们又要回来 测一下咯 v等于ir嘛 i除v就是我把r丢过去r哈 所以r就等于i除v哈 除下来v除r等于i 然后这个v除下去就1%r等于i除v 所以它其实是terbalic 所以它其实是terbalic v除i的terbalic 知道吗 这里所以我其实可以换过来的话 这里就是i1除v所以叫1%r1 i2除v叫1%r2 i3除v叫1%r3 当然如果你还有你就加咯加到1%rn 这个是1%r total 就是一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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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拨一拨就这样子来的 应该有看过这个公式 可是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来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Berselary的公式 不过这个没有这样好用 因为我们每次找r total的那个答案 要直接算出来嘛 可是你看这个r total在底下的 你用这个pattern算出来之后 其实还要最后一个步骤把它反回来 所以有一些书 它就用这个final的中级公式 直接找r total了 阿投策其实是1本R1加1本R2加1本R3加多多多的啊 加多多多整个的瓜森-1 inverse 因为瓜森-1就是整个反回来嘛 这个步骤蛮多人会忘记的 所以就算错了 他忘记最后要跟他反回来 你如果用公式的答案拿到3本R2 那么阿投策就会反回来变成2本3 OK好我们来看一看题目 那么有第一个Bringdown啊 R1,R2,R3,Disample,Serrari,Battery,Liv-Volts,Abadi,Dalam,Rajah Bitong,Basic,Globayan,Di,Sephyab,Lintang Basic,Globayan全部一样了 他的这个Basic,Globayan 电视差全部都跟电池一样 Liv-Volts 这个点跟这个点跟这个点跟这个点 跟后面是三个点全部都是一样 他个边都没有东西 所以都是Liv-Volts 然后B,Lintang,B-3 Lintang,B-3就是RTotal咯 Liv-Volts就是一伯一伯一伯的啊 不过最后刚才反回来啦 所以就是1伯2加1伯4加1伯6 的瓜色negative1 一伯一伯一伯了之后最后一定要反回来 1伯2加1伯2加1伯4加1伯6 好,11伯12 可是你要反回来 你按这个X-1 1伯4加1伯4加1 我们的答案哦 1.09 Final的答案 我们通常会用小数点 我们没有方式分数的啦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是要带进去PART C在做的话 你要懂这个号码咯 因为你的答案是写小数点的嘛 等下你substitute去C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1.09啊 那个是Round of the value 你要用回12伯1 然后这个是要提醒的哦 Final的答案不要写分数 可是分数要保留起来 Final的答案写小数 因为分数会用在下一part的计算 计算的时候就不要把小数点塞回去 然后这样你的答案就会走掉 C Arus IDLita 那么Arus IDLita是在整个电路里面的总电流 其实还会问的就是I total 这样I total就等于V total除R total嘛对不对 这样我就有V total是电池的哦 电池是6 R total 你看我们现在用R total了 你要用计算的你就要用分数 放进来 你不要用小数啊 12和11 6除12和11 155 Arus所以是Ampere 最后一个 Arus I1 I2跟I3 两个人大 我们知道I哦 总数I 它来到这里有分差路 它会分成三个吧对不对 每一个会有多大是看它的Ring档案的 Ring档案越大它分出来越小 Ring档案越小分出来越大 但是它流完了之后它就会Combine回一个原本的流流回去 只不过现在我们要找它分叉的时候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有些信用会同样的公式V的IR 这样I就等于V除R咯 不过我有三个Case哦 所以我先找第一个Case 第一个Case I1啊等于V除R1 我用V没有用V是因为V是一样的 V是6全部都一样是6 R1 所以这个就是3ohm 所以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找I2 就V除R2 V6V R2是4 这样这个就是 6.5 Ampere 这个是Ampere 3Ampere 1.5Ampere 那么I3 就会等于V除R3 那就6除6 会等于1个Ampere 所以你要很清楚抓到咯 它Siri和Selari的差别 如果是Siri I全部一样的 就不会有I1 I2 I3 I全部都一样的 如果是Selari V全部都一样的 所以你画我写Formula V是没有变的 只有另外两个变办了 I1 R1 I2 R2 I3 R3 现在我要介绍你这个电路 这个是一个模拟器的 我非常喜欢用这个 因为你在做题目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对还是错 你其实可以来 自己set一个电路来算哦 好我们来看回刚刚那个Case Siri的 6V 246 这样我就借这个电路出来 Siri我有2粒 3粒 再这样 但是人档案不同嘛 我这里三个都是索条一下 Change Resistant 一个2 一个4 一个6 一个6 然后我的这个6V 可以换成6 Change Voltage OK 你看看Arus 它出来的这个电 它会出多少电哦 是看 Rain A单案的总数 我们这里看到的0.5A Arus I 是0.5A 这个对了咯 然后我们还有问V1 V2 V3嘛 各个 Pringdown它的这个Voltage是多少 这样我就量咯 这样我就量咯 第一粒2Ω的是1V 第二粒2Ω的是2V 第三粒是3V 三个的总数是5.999 就是6啦 6V跟电池一样 然后也跟我们的题目一模一样 1 2 3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做检查 不过这个流动的是Electron 记得 Arus的话是从这边流回来的 不过这个就没有办法算它的 Rain Dangan的总数 你要自己算 如果是第二种那个电路 就是Selari的 就怎么样 就这样 三粒Amitter 246V 6V 26V OK一样 所以我们流过的这个电流是 5.5 5.5A 知道吗 那么如果要找分别它的分叉 每一个流过数多少的话 因为我如果要破电路的话 我就要加三个Amitter下去了 我就用这个它给的这个方便 叫Non-Contact Amitter 我直接放方便就可以看到多少电流了 我直接放在2Ω 这边 3 所以流过2Ω的是3 对了咯 3A 那么另外一个是1.5 另外一个是1 1.5跟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拟器 它可以帮助你 你 Check你的答案啊 不是这样你抄答案 你也抄不到答案啊 它没有计算给你看 可是你可以Check你的这个答案 知道 那么我们Check Voltage 这三个点都一样 对不对 5.994 这也是跟6一样了 这里跟这边一样 这个也跟这个一样 也是一样 那么上面这边也是5.994 那么电池这边 5.997也是等于6 你放在旁边的话就6 5.999 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用的模拟器 它叫做Circuit Construction 你要去哪里找 你打PHET 然后Circuit Construction 最新的版本是HML的版本 就是你要给你的网络 Lock一下它才会出来的 我刚刚那个是它很旧的版本 是收在我的电脑里面 就比较容易开 这个叫 跟刚刚一模一样 你可以装不同不同的东西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